各位合作伙伴以及来宾们大家早安 刚刚我看了一下线上参与的人 其实我刚刚已经有看到了茂春主任 还有佳荣副主任 我们内政部的长官都有来参与这个活动 而且我也看到很多的产官学 包括台北大学的词院长 还有包括很多的产业界的理事主席 都有参与这个合作事业 我们非常高兴这一次能够邀请到唐凤 唐政委来参与我们这个国际合作节的一个邀请 其实我内心是有点澎湃的 因为我觉得唐政委应该是告不可攀 应该不是我那么容易可以接近的 不过在我印象里面 过去我们的Kino Speaker 都是长的都是学术界 这次是第一次是官方代表 那我们第一次官方代表 我就觉得是我们的荣幸 也是我们这个能够内心也非常感到的一个 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非常的谢谢唐政委 那依据我过去的了解 唐政委是非常支持社会企业的 那在这次的主讲的题目里面呢 他是讲到的就是 他是讲到的是那个 是为社会创新趋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主题里面呢 其实也是政委特别倡导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所谓众人的事 必须社会问题由我们大家一起解决 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精神 与合作的理念 所以呢 我比较有点失心 我跟唐政委沟通的时候 我有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多关心我们合作社 多支持我们合作社 那我也不希望占用他的这个时间 因为他时间非常宝贵 好 我现在我们就热烈 欢迎唐政委的专题演讲 有请唐政委 谢谢 哈喽 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好 可以可以 那那个麻烦 就是分享简报那一位 可以把简报先不要分享吗 我想试试看说 直接用我的这个画面 就是那个画面分享按掉 这样子会变一半 因为我现在是把这个 大家的问题 之前有一个slido的这个提问 放在我自己的这个荧幕上 现在大家有看得到 就是我的脸 然后跟旁边应该 这边有个QR Code 这个看得到吗 证伟你的脸稍微七一半了 这样不对 对那个我们把那个名单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稍微删掉 右萱 这边的部分 我们画面是不是可以 要是不行的话 我们有很多方法 等我一下 那个我 我换个 我换个方式 看到一半 现在我的脸切一半 现在OK了 全面 现在是OK了 好 那如果OK的话 我们我就保持这个frame 我就不特别调了 好 谢谢 非常高兴 各位合作伙伴 有这个荣幸 跟大家透过线上的方式 来彼此问答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的演讲并没有特定的简报 是靠大家问我问题 所以像陈品君老师 吴嘉宇老师 吴嘉宇老师等等 现在都已经问了相当多的问题在上面 那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可以试着扫这个QR Code 或者如果扫不到QR Code的话呢 我会贴一个网址 就是slido.com 然后01105的这个网址 那在这个网址上面呢 大家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就是我们合作事业的这个民主原则 就是一人一票 不是一块钱一票 所以任何人只要上去按赞的话 每个人都有 对每个问题都可以投一票 那他的票数越多的 那就会浮到上面 那目前因为这些是12个问题都才刚提嘛 所以都是提案的人之外 没有人复议 没有人投票 那随着大家按这个slido.com 01105可以试着做这样子的一个试验 就是看到你想要问的问题 那你自己提上去之外 你也可以试着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越多 它就会自动的改变 我们看到像现在这个社会创新的发展 就获得了两票 如何提升大众的意愿 现在变成了四票 这就变成好像一个及时的投票的一个情况 那这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不会变成好像我讲的题目 只有我自己感兴趣 我是讲大家都感兴趣的题目 所以大家现在也就可以 好像你知道选丽市主席那样子 就开始彼此拉票 就是如果觉得说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比较喜欢听我讲什么 比较希望听我讲什么 就用投票的方式 那我们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 那如果随时要追问的话 也欢迎举手 Teams里面有举手的功能 那就可以直接按麦克风 因为我知道不是 大家都很习惯打字 所以如果用讲的话 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时间跟空间结构 这样应该OK吗 那李贵秋老师 有要跟我们分享吗 志文你好 我比较实心一点 因为我最近在带了我们一起学生 因为您这个主题是数位社会创新 那我刚好带着学生做电商平台 可是我想问说 我们没有资源 我们也没有资金 那以您在这么全高位重的位置上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意见 或让我们知道我们未来一步 因为我希望这次给小朋友未来他可以学到技能 出去打拼创业 有一个技能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在大学里面 就是给学生创业的这方面的资源 其实是不少的 我们知道青年术有专门的U-Start 来做这件事情 那整个高教师有USR的计划来做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都很鼓励说 你做的这个活动 不是只是帮助你的学生取得一个学位 或者发一篇论文 而是他真的可以改变他旁边的社区 那我们以前U-Start 比较偏向公司形态的创业方式 但是自从加上了社会企业这一组织后 我们也看到很多非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 以及合作事业 现在都可以透过 有点像交叉持股那样子的方式 就是说 你是本来是一个社团 或者是一个合作事业 但是你跟一个你的理念相近的 公司形态的新创合作 那他在章程里面特别就是说 他的使命锁定 好比像说你的法人有否决权 所以他不管接下来怎么样增资 他都没有办法离开 我们本来的非盈利组织 或合作事业的这个使命 但是因为他是公司形态 所以他就可以拿到U-Start 或者是中小企业处 或其他这些公司形态的资源 那他的控制权 还是牢牢的放在这个协会 或者这个合作组织的手上 那我觉得或许可以辅导你的学生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等于是由合作事业来控制公司 而不是说好像合作事业 一定跟公司是截然不同的组织形态 那这样的话 现有的所有的辅导学生创业资源 大概都可以使用 谢谢正伟谢谢 好谢谢 那如果没有举手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进入slido这边 大家投票的问题 我们就越多票越闲 那有12朋友们问说 如何提高大众接触合作社 还有数位社会的意愿 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从小是就是吃绿柱 消费合作社的食物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 或对于任何年龄层的学生来讲 跟他的生活越靠近 他当然就越愿意加入 越愿意去理解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可以到 好比像说我们的Join平台 重一点GOV.TW 上面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一 都是不到18岁的青年 他们提出来的想法 那就包含说 怎么样子去做循环经济 怎么样子 让气候不要那么快暖化 然后时代公平正义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像教育部青年署的Let's Talk 他们就特别关心心理工作 怎么样子确保说远端 可以确保彼此的心理健康等等 所以我觉得因为合作事业 是一种概念 那这种概念 它可以套用在任何的产品 或服务或消费 或利用或等等这件事情上 所以现在时下 大家最关心的题目是什么 就像当时 就是在主副联盟律主张 那个时代 大家关心的是 环境不要被破坏 能够跟生产者建立直接的关系 对于时安 在当时如果你去 接上随便投票的话 那大概时安一定是第一名 没有第二名 那所以他们当时 当然就选这样子一个题目 用消费合作社的方式 来做合作事业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现在社会在关注什么 那就去做 类似的这些事情 然后告诉大家说 透过合作事业的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不是只是 好像打工而已 而是每个人 也可以透过民主的方式 来一起设定 我们怎么样子 要带到哪边去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去分享 说已经 大家可能吸烟而不查 甚至不知道说 它是合作组织的案例 那甚至在一些 好比像说 我记得KPMG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也是一种国际性的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会计师 组成了一个联合的 类似联合会之类 那所以 就是说 我们平常 因为在生活当中 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包含消费 或者是 就是信用 或者是农业 这些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 在第一时间接触的 合作组织形态 但是 跨国会计师事务所 可能不是大家 一下子就会想到的 所以去 启发大家想说 原来合作社也可以这样做 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 我觉得这也是 另外一个会让很多的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 觉得那 合作组织还有很多的变化 可以是创业的题目 不一定只是 特定领域的题目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启发大家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 节目朋友们问说 合作社跟社会企业 在推行数位的社会创新的时候 政府可以给予 怎么样子的资源 以及怎么样子的协助 我觉得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工作里面 我大概都是强调说 只要是民间能够做的 众人之事 应该要有众人住职 就是由民间 自己来想出解决方案 那我们新兴的社会问题 政府每年只能 编一次预算 每年只能改一次方向 大家在政府这边的投票 四年才能够 就是选举一次 主要的选举等等 那所以所有这些事情 大概都不可能是我们 去年就已经预料到说 这个口罩会缺货 或今年这个我们疫情 这个第一次出现 我们会需要有 这个contact tracing 就是疫调的需求等等 实联制等等 这些我们都不可能在 去年编预算的时候就知道 所以民间自发的找出这些方式的做法 创新的做法 我们在意的就是 它多快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扩散 这种新的理念 如果你在一个小的地方 一个区域 一个乡镇 已经示范 然后觉得非常不错 我们就透过像总统被黑客松啊 刚刚提到的join平台啊 等等的这种方式 去把这种在在地已经证明还不错的这种做法 那可以可能短到24小时之内 像在简讯实验制的例子 就把这个小规模的创新 一下就变成全国性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关于介绍 关于宣扬 关于确保说 大家都愿意了解到最新的创新的做法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focus在 哪些社会创新的组织 就是把人结合起来上面 而不一定是 就是把钱或产品 或服务结合起来上面 因为同样一个概念 好比像是我之前常常穿 用那个牛仔布嘛 这个回收的牛仔布 缝制的就是很有时尚感的那种外套 那这个其实这个概念 比起特定的品牌 好比像说这个storywear啊 或者四日工作室啊 或什么 这个概念upcycle 循环经济的概念 是比较容易记得 而且任何人听到 他在他的组织合作事业里面 立刻就可以开始实作这种想法 就是原来我去找这个upcycle的这些牛仔布 请设计师来 然后再找可能二度就业 或者其他就业比较困难的朋友 让他们不但学习缝制 而且还在上面签名 那任何人都可以做 这是开放式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政府不是卖特定的服务 或者是branding 或者是品牌的产品 而是说把他后面的这个社会创新的概念 尽量的透过我们这些平台 做到人尽皆知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想要在这上面进一步发展的组织来讲 那你的研发的成本等于就是全民来吸收 而且你就知道说这个供应价值是政府所肯认的 那如果有人就是跟你建立生态链的关系 愿意就是把你的服务跟产品当作他们主要的 就是生态系的一部分的话 那我们也有像buying power这样子的方式 那可以透过特别讲采购讲等等的方式 来确保说那大家这个理念不是只有概念的传播 也可以透过你的服务或者产品来传播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促进互信等等的这样一种方式 大家都是社会议题的经营者 同时也是自己产品跟服务的经营者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那想要问说如何快速如何浅显的 跟不认识合作或者是社会事业 这个领域的人来介绍什么是合作社 或者是什么是社会事业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从他有第一手经验的这些来讲 像消费合作社我觉得就是很容易讲的 那所以我觉得没有说一定是有什么教科书上面的定义 而是说让他实际的参与 也就是说 他比方说我常常讲这个一人一票的原则 而不是一股一票的原则 那我常常就会用slido来做这个例子 我的演讲基本上都是用slido 所以我就会说什么叫做平台合作主义 或者是什么叫做数位合作主义 那就是每个人上了这个平台之后是一人一票 而不是一个比特币一票 或者一块以太坊一票 然后我会解释说 那我们要accountable 就是希望我给出一个交代 要问我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变成必须是agenda 就是每次讨论时候的议程 是透过大家民主原则来制定等等 也就是说 你可以带一些实际的这种数位的平台 实际的社会的创新 或者是让很多人知道说 那我们透过像开放资料的这种社会创新 如果你有用过疾管家 那你可以在上面很容易找到 附近药局地图的存量 那你如果是扫实联制 也是用疾管家 等于是你贡献出你的这个扫码的资料 到你的电信商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以后你就也保护了其他人 其他人也保护你 因为你把资料贡献出来 做一个利他的这个行为 但是只有疫调人员 可以去充分的利用这个资料 如果28天没有任何疫情的话 那你的资料就会直接删掉 所以这是所谓的dignity 就是每个人对资料 有他的控制权等等 所以我觉得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概念 那我觉得大概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那好比像说在人道的捐献上面 我们之前在健保会议通里面 也说那你如果你两个礼拜不领口罩的话 那你可以实务捐赠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健保会议通按一个键 就说我这两个礼拜没有领的 那九片口罩 那我就愿意给全世界的这种 社会事业的服务者来使用 那不管是人道的援助 或者是像加拿大原住民等等 那同样的 他也可以把你的名字贴在那个 我们外交部送出的QR Code上面 这样也是一种资料经济上面的资料合作 所以我不会很抽象的去讲 什么民主原则啊 什么NFT啊 什么之类之类 我都会用我们在疫情期间 大家已经有第一手经验过的 这些社会创新来讲说 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每个人贡献自己的时间跟力气 那但是不是被收割走 也不是说好像不需要给出交代 而是每一步我们都互相给出交代 然后在每一步你都可以透过投票的方式 有决策权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了 那他拿这个概念 他未来要加入合作组织 要开始合作组织的时候 你跟他沟通上面的落差 就变得比较小 因为他在脑里已经有种 对这样子才是公平的 不是一股一票才是公平的 等等这个概念 已经深植在他的心中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要如何推动青年 更有意愿加入合作社 我会建议说 现在大部分的青年 他都是想要当经营决策者 这是为什么青年创业那么普及 那他如果加入一个大公司的话 他可能要等很久 才能够到有决策权的地位 但是他如果加入社会事业的话 那他的一票就跟其他人的一票一样好 而且你还得拉票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是强调参与权的部分 那尤其是说让他发现说有一套培训的方法 那好比像说像我知道内政部 何团司就一直有在某些题目上面 有帮助那边的劳合事啊 农业合作者啊等等 去帮那边有志于参加这个的青年 去提供干部的培训等等 所以也可以告诉他们说 这个是就是成为经营者的一个捷径 那在传统的公司组织里面 要等很久的在合作组织里面 现在不只有这个人资的资源 而且呢实际上就算你还是不是理事主席 或理事而是投票权的情况下 你被看中的程度 也绝对比绝大部分的公司组织要来的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分享经营权了 分享决策权 我觉得是青年加入的意愿 非常重要的一环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谢谢这位朋友 那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台湾面临高龄化 包含现代有非常多数位创新的东西 老人家都不太会 那未来的发展到底要怎么样 让高龄的朋友接触 那我觉得重点还是说 我们是要跟高龄的朋友一起创新 不是说我们设计给高龄的朋友使用 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特别做一个版本 给高龄的朋友用 而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服务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就要把高龄的朋友的意见纳入 那举例来讲 像之前大家不是拿健保卡去药局排队吗 那我们后来就想说 那便利商店也可以卖口罩 但是到底要怎么付钱 我们就想要无现金支付 你可以拿金融卡 去便利商店里面的提款机转账 但是因为我在设计这些服务的时候 都会跟我阿嬷就是88岁了 然后他推荐他的年轻朋友 他比方杨奶奶77岁了 那我们就会一起去实作这些服务的雏形 那杨奶奶就跟我说 他不会用提款机 因为他看到165反诈骗 他觉得他就是转52块钱出去 可能后面会多好几个零 他真的很怕诈骗 他用提款机都是提款转账 他都是去邮居填单子 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共创的方式 我就说那不然你要怎样 你请你来 那他就说 那他如果也可以用健保卡 不用打密码 然后去柜台数52块的硬币出来 那这样他觉得便利商店比较近 他不用去药局排队 那又或者像说 我们去帮故宫设计票务的时候 长辈也是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他们用纸本票 是因为要回去夹在日记里面 要分享给亲朋好友 特别是他们的孙子孙女 所以如果他用电子票证 只有一个QR Code 他觉得很虚 所以后来我们又设计说 他拿这个QR Code 可以拿一个凭证 可能烫金印刷 不是那种感热纸 那QR Code 可以给他的小孩扫了之后 还可以跑到那个洞森 就是他的动物森友会 一个无人岛的一个游戏里面去了 故宫的国宝 也可以把它虚拟化 所以我们的数位化 并不是为了无纸化 并不是为了强迫大家 不能用纸张 直到现在 你还是可以用纸本的实名制 实验制 那盖格这个连续张 也都还是可以进场 所以并不是要强迫大家 来配合我们的技术 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去邀请 长辈一起来共创 一起用我们的这些设计能力 设计出 以长辈的观点 觉得真的有省到时间 真的让他们比较安心 的这些服务 那这叫Digital Inclusion 就是数位包容 那这个我想 数位包容也好 通用设计也好 都是台湾特别强的一些地方 我们之后也会 继续往这个方式 跟大家来合作 那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不明 盈利跟非盈利拉扯不已 那请问政委有没有什么方式 其实我常常想说 我们在行政院院本部 也很像一个合作组织 就是大家缴税 就好像这个社员的钱 然后大家也是一人一票 然后也是民主原则 那每个部会可能就是 各自的NGO 可是有些是要赚钱的 像央行是要赚钱的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的院本部的 这个合作组织底下 也有很多盈利的组织 跟一些非盈利的一些组织 那我们的比较接近 那种社会主义核心 像健保制度 那当然纯粹是非盈利的 但是当你不是健保 而是好比像说医美的时候 那这个就有 这个资本主义的力量 就开始进来了 那所以我一直是觉得说 本来在任何一个 民主治理的组织里面 本来就有同时有双核心 就是他要照顾 他的社员跟社会大众需求 这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 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引进这个资本 引进投资 可以更快的去放大 他本来要做的使命的话 那我们也有国发基金 我们也有这个央行 对不对 我们也有发展 他的盈利的部分 所以就像行政院本身一样 本来就是同时有盈利 跟非盈利的核心 那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社会创新 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大家 是以那个组织形态来区分说 我们这是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我们可以互动的对象 有什么不同 相反的我们应该是说 看这个产品或者这个服务 有没有创新的成分 给不给得出交代 能不能扣合永续发展目标 那如果能的话 那你就是社会事业 就是同时有社会价值 然后又经营你的事业 那这两个的并重并存 我觉得才是最主要的部分 那当然我也理解说 以前这种一刀切的 就是纯粹盈利 纯粹非盈利都很清楚 但是社会事业这种两种坚固的 反而就是有点切身未明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和团斯这几年的努力之下 我们非常有系统的去盘点 每一个部会的法规 我们把里面有写股东 里面有写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种合作社不是用这个词 那他不小心也不是故意 忽略掉合作组织的 现在全部都加上括号 或加上显线 都能够让他寒阔进来 所以凡是关于 要不要融资的这次的纾困 国发基金的那个融资 就是史上第一次 所有的社会事业都可以准用 那所以里面就出现了合作组织 那就是200多个社会事业 就直接从国发基金那边 就取得了融资 那这好像也是国发基金 第一次放下他的这个 盈利组织的这个概念 直接去看说 他是不是值得纾困的社会事业 所以我觉得有了这样子 几个先例之后 接下来在和团司跟我们跨部会 努力之下 我们会越来越觉得说 本来一个团体就应该要有 他的事业的成分里面的服务跟产品 但是也要有他的社会目的的成分 所以不是说非盈利 而是他是 purpose oriented 就是他是为了某一个公益目的 来做的这样子的一种事业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只剩时间回答 再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怎么样让政府部门更了解合作社运动 进而运用合作社来推动各领域的政策 以及如何让学校能够把合作社 纳入课程的教材 以及实物的运作 我的具体建议其实是说 是把这种合作精神 就是刚刚讲到一人一票 每个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然后不要去等这个上面做决定 而是开放式创行 起而行等等 那这些在任何的题目 比方这两年最夯的就是地方创生 那这样我们就把合作的精神 直接投入合作事业 推动地方创生 那因为地方创生 牵涉到几乎所有的部会 一大半的部会 所以这些部会的朋友 就好像当时性别主流化 每个人都要写那个性别影响评估一样 因为他要做地方创生 他就不得不去考虑说 合作精神跟合作事业 怎么样融入地方创生的工作 希望有初步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我了解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回到这里 谢谢唐中委员的演讲 接下来进行研讨会论文的发表